上次你们看啦 我知道教大家怎么设置在车内 关掉这个 车内设置怎么拍摄的 怎么讲 怎么拍摄的视频 这个就是同 这第二个视频就是同样的三脚架同样设置 但是我就换上了我的索尼的A7R2 配上蔡司的18 2.8的镜头 跟我XLR K2M的麦克风 因为在车内的时候你还要收声音 所以带大家兜一圈 你可以看到 还可以还算很稳 但是会抖动一点 这边比较慢 所以其实现在我就升的比较高了 升的比较高了 但是这一集跟大家讲的不是这一个镜头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哎呦 这个差点掉下来 先把它放在这边 好 停在这边 窗开一点点 这一集跟大家要聊的就是摄影的那些事 之前很多人问我拍照或者摄影相机的问题 然后录制了两个视频 一个就是关于how或者怎么选器材 我对器材的态度等等 但这一集我们就聊聊什么是摄影 或者中文就叫摄影 英文叫photographic 中文的翻译我发现就跟 英文的翻译并不是翻译的完全正确 photographic 什么 如果当你看英文的时候 这个字就很清楚的把摄影的意义给表达出来 什么是photographic photo 这是两个字 photo graphic g-r-a-p-h-y graphic就是绘画的意思 如果把photo跟graphic分开 graphic就是绘画的意思 画画的意思 graphic就是集合学画画 就是你用线条表达 或者是描述出来 photo就有点像光的意思 或者photographic就是用光去来绘画 或者翻译成中文 摄影就是用光来去画画 光的画 用光的画画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们相信你们也知道 摄影的一些历史你就知道 以前就是用一些化学物品在一片东西上 然后光照在上面产生了化学反应 然后构出你想要的构图 到数码时代 或者这个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CMOS 还有CCD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摄影是跟光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这样子你就说 那我摄影器材 只是能够帮助你用光去绘画 你要表达的意思 这样子当你看摄影的时候 其实有分 应该是分四大类 四个种类 应该是差不多分四个种类吧 第一个就是艺术 艺术摄影就是art 艺术摄影 第二个就是documentary 或者是记录性的 或者是记录性的documentary 第三个就是commercial 就是商业性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其他 因为不知道怎么分类 然后这样子在你看摄影的时候 就有基本上分四种的 四种的人物或者四种的摄影的领域 当艺术性的摄影 就art摄影的时候 它是比较主观的 比如说一个人他要创作 他用光去创作 是比较主观的创作他的作品 所以他不需要给客户 不需要卖钱 不需要他只是当成一个可能 有很多种就是主观的 我要表达我的思想 表达我想讲的东西 就我不在乎真实 还有我不在乎 就有点 有点 就我不在乎 就这个是我主观的感受 表达出来 然后第二个documentary就是记录性 这个就有点像新闻记者 或者是比较写实 暂地记者 或者是每天记录生活当中很真实的一面 然后他的 你可以加入主观的表达 也可以 但是如果记者的话 他们就要真实的表达 如果这个在新闻领域 还有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拍摄的是否真实 只是故事的真实可靠性 像威尼斯的那个画 那个拍到威尼斯湖外的那个摄影又不同 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摄影领域 还有很多超越这些领域 第三个就是商业性 商业性就是用户给你一笔钱 我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去表达一些东西 所以商业性的摄影是比较 暂时来讲 是在摄影行业比较赚钱的 因为他你的器材等等 你都是客户帮你去收取 所以这样子还有第三个就是属于 其他类型的 就类似其他的 所以回到当我们看摄影 或者你想学习摄影 你想去拍摄东西的时候 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摄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蛋糕 然后我并不讲我是很专业 这个蛋糕摄影是很大的领域 可能我懂的就是百分之十的这个领域 所以这样子当你讲摄影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领域去学习 所以我个人对摄影发现它是一条 或者这样没有终点的过程 就你摄影的路上你是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体验一直在记录 而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摄影家 去把那个时代的事情所记录下来 在今天 当然在过去 过去的时代你会发现 如果你去看 过去一 我不知道 应该是过去一百年 有一百张世界上很伟大的照片 被记录当时的故事 比如说 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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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错 梦露 还有肯尼迪被刺杀 然后等等 甘地 然后等等这些摄影家 然后Steve Steve 乔斯 然后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被摄影记录下来 然后这个时代 当相机越来越普及 手机甚至都可以拍出很多很好的照片的时候 拍照基本上 在过去的这几年 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炸 就每个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拍照 这样子这个时代的记录 这个时代照片 不再是害怕没有照片的时代 而是太多照片 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代 所以这样子 当你这个时代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微博 在很多Instagram 有很多很好的摄影家 或者很多很好的照片 但是很多就是因为好照片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个时代要求的就是你的摄影 你的独特性 你的特点 你的创造 等等的这些能够使你 与众不同 所以器材不会使你与众不同 而是你的构图 你的想法 你的表达 才会使你与众不同 所以当人家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就知道啊 这照片是你拍摄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摄影当中 你的风格 你并不说你不可以参考其他人的 但是你怎么去发觉你所看到独特的东西 而且有这样子 当你发现摄影就不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 摄影也不是玩器材那么简单 所以摄影是摄影 所以当你要知道摄影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使用器材 你不是只用按下快门 因为这个可能只是摄影的1% 甚至5%而已 而真正的摄影是背后的构思 所以这样子想象力就在摄影当中 会比较重要 因为当无论你用什么器材的时候 你去到个地方 你看到个场景 吸引你眼睛的 如果你先 如果你看不到 你就想不到 你想不到 你就不知道使用什么 你不知道使用什么 你就拍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四个环节很重要的 所以我个人如果去到个地方 看到这个是比较吸引我的场地 或者是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我就会幻想 或者我应该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这样子我看到 就想象 想象力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 我用什么镜头 或者我现在就有什么相机 有什么就用什么 然后就 是不是需要人 或者主体跟背景之间的关系 这样子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训练 就是变成一个循环 当你拍完之后 后期你才发现 哎呀这个差了 我应该再等一下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自我检讨 就一直循环 一直学习的过程 这样就可以记录 每个生活当中 理想记录的东西 所以我对摄影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摄影 只是我人生当中记录我这一部分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跟大家所聊的 所分享的就是摄影 什么是摄影 或者我个人对摄影一些兴趣跟爱好 我发现今天有一个行业不得不提的 以前摄影跟视频是分开的 摄影师是摄影师 拍摄师拍摄师 现在就是或者photographed是photographed videographed是videographed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 当器材慢慢把两者 不是人 是器材硬硬把两者要拉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能够摄影的话 人家也就要求你能够拍视频 如果你能够拍视频的话 人家也就要求你能够摄影 所以你只是能够拍视频 而不能摄影的话 你就比人家少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方面继续发展的时候 你会发现 视频跟摄影慢慢的开始被需求所拉在一起 也就是为什么我既玩摄影也玩视频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 也不算简单 就是我自己的分享 跟大家去讲我的感受 下次有趣的时间 拜